大家好 今天是4月6日星期六 欢迎收听今日综述 我们首先看一下两岸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中国经济持续下滑 2024年前三个月 10家老牌白货宣布闭电 据第一财经4月5日报道 上海梅龙镇殷石丹白货发布通知 由于梅龙镇殷石丹租约到期 将于2024年6月30日终止营业 全厂不少柜台都发出折扣信息 折扣从一折到八折不等 但是店内人流不大 不仅仅是梅龙镇殷石丹 不少白货店都开始关店 例如沈阳殷石丹退出市场 上海太平洋百货和600相继关店 3月31日 咸宁银泰白货和广州攀鱼 游易商场关闭 天津伊士丹南京路店 和天津滨海新区伊士丹 分别将于4月14日和4月27日关闭 近几年 关亭闭电已经成为百货商超的常态 据不完全统计 2022年超过40家百货门店发文关亭 其中有27家为营运超过10年的老牌百货商场 据林商网零售研究中心统计 2023年 全国范围内有21家百货商场停业必电 其中包括太平洋百货 勇望 百胜 洁百 大洋百货 新世界百货等 百货零售企业认为 首要难题是消费力不足 老百姓没钱不敢消费 美国财长耶伦 访华4日突然传出消息 美国定于2026年审理针对华为的刑事案件 美国南卡罗兰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 这两件事纯属巧合 这说明美国的司法独立 另外 耶伦访华也不可能阻止中共补贴新能源产品出口的国策 贸易战升级可能无法避免 耶伦已于4日抵达中国广州 5日与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在广州诸岛宾馆举行会谈 耶伦表示 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带来的新问题 让世界无法承受 他透露 他会提出要求中共改善经营环境 例如 美企在华受到不公平待遇等情况 耶伦警告 这些问题损害了美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 也损害了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工人的利益 耶伦将向中共官员解释 如果在全球范围内出现贸易行动 这不是反华的目的 而是对中共政策必要的回应 谢田对耶伦反华的效果表示不乐观 他表示 中共不会轻易放弃以政府补贴方式低价倾销全球的做法 因为这涉及到中共经济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 贸易战升级可能不可避免 中国一些汽车企业正加紧在墨西哥进场 准备生产大量的电动车 中共可能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因为你要按照美墨加协定的话 它只要在墨西哥社上 甚至墨西哥生产的 它就有权利进入美国 除非美国要打破或者退出美墨加协议 或者有一个特别的立法 课证关税来阻止 要不然它没办法阻止 美墨加协议这是当年川普在任的时候建筑的 现在川普已经提出来要课证关税 这个是可以当作一个特殊的案例 因为中共实际上是国家补贴这些 它实际上违反了公平贸易的原则 随着美国阻止它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美国一定要这样做了 它不这样做的话 就等于自己把自己的汽车工业给放弃了 柳奥学者李元华也表示 美国大选临近 这时候对中共态度强硬 维护美国的利益很重要 李元华认为 一轮此行的目的很清楚 就是把美国的态度告诉中共 双方的问题虽然解决不了 但双方可以相互摸一下对方的底线 其实美国对华贸易战 即使拜登上台后也没有改变 美国本来现在已经开始想 让这资金投入到本国 那么它通过减免税 来鼓励这一块的共银链移到美国来 如果这个时间点 中共低价的倾销 而且它这种价格使你成本的60%不到 在这个环境点 它不采取措施根本就不可能 它已经看到问题了 一轮警告中共 你不要现在还打规模的去增加这种产能 不光你伤害中国的经济 它可能也伤害到美国的经济 如果美国 墨西哥 日本 包括欧洲才去行动的话 就是贸易壁垒 因为你这个是倾销 是政府补贴 不是一个合理的东西 那大家你挣税不就可以了吗 你就进不去了 你有多大力量 把那税给加上不就完了 以上是本台记者王潇的采放报道 微软4月4日晚间发布报告表示 中共正在加大力度使用人工智慧AI 和虚假的社交媒体账户来挑动美国的分裂 从而影响美国总统的选举 微软威胁分析中心总经理瓦茨在报告中表示 中共利用虚假的社交媒体账户冒充美国选民 对选民进行民调 了解他们最大的分歧是什么 哪些美国选民支持什么问题或者立场 从而拨下分裂的种子 并且可能会影响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 使之对中共有利 瓦茨写道 这种活动仍然在继续 这些账户几乎只发布涉及美国国内有分歧议题的内容 例如全球变暖 美国边境政策 移民和种族矛盾等 他们使用原创视频 表情包和信息图表等 瓦茨判断 随着今年世界各地举行重大选举 特别是在印度 韩国和美国 估计中共会扩大人工智慧生成的内容 以谋取自身的利益 他补充说 中共还投机式的抓住突发事件 以加剧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不信任 瓦茨表示 微转发现中共已经介入了1月份的台湾总统选举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新闻 下面请听报道 4月5日 以色列和美国准备应对伊朗军队的报复性攻击 伊朗表示 正在让部队进行全面的戒备状态 两名伊朗官员告诉美国媒体 伊朗决定直接对以色列国防军的袭击进行报复 在这之前 以色列的袭击造成伊朗革命卫队高阶成员的死亡 其中包括伊朗驻叙利亚高级指挥官 这个举动对伊朗进行了威慑 报道指出 伊朗官员5号称 该国的军队正在处于全面高度戒备状态 并且表示 伊朗已经决定直接攻击以色列 以报复以色列周一发动的袭击 而美国方面的官员表示 美国正在为一场重大袭击做好准备 目前为止 华盛顿和耶路撒冷都认为 伊朗的回应是不可避免的 以色列与美国官员认为 这场袭击最快在下周发生 具体时间点可能在下周斋戒月结束之间 当局指出 伊朗的首要目的或许是针对该地区的 以色列或美国资产 袭击可能会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展开 周五当天 伊朗正在为被斩首的将军 和其他军队成员展开葬礼 也是在当天网络消息指 也有伊朗装备的补给车队 从伊拉克进入叙利亚 装载各种武器 媒体指出 伊朗对以色列把起直接攻击的情况 是拜登政府正在准备的最坏情况之一 因为这将导致中东本已动荡的局势迅速升级 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 伊朗代理人不断的袭击 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 而在本周 以色列对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进行了空袭 遭致至少7名官员死亡 这是自2020年以来 伊朗遭受的最严重的损失 相关决策 由以色列独立作出 CNN引述一名高级政府官员的话表示 伊朗在近期曾经向美国发出信息 当局将大马什格袭击归咎于美国 这个讯息的具体内容没有曝光 这个消息却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承认 伊朗总统副幕僚长加姆希迪周五表示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一份书面讯息中警告美国领导层 不要陷入内塔尼亚湖为美国设下的陷阱 他宣称继续支持以色列 会使美国的目标受到损失 而在4日的美伊首脑电话会谈当中 拜登对内塔尼亚湖表示 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站在以色列的立场一方 外界认为对外国大使馆的袭击被视为对其所代表的国家的攻击 这个举动反映了以色列对伊朗当局的目前态度 另外一方面 由以色列的高级官员5号告诉以色列时报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人质交易的调节人 没有能够对该恐怖组织施加任何的压力 CNN此前报道称 哈马斯拒绝了以色列最新的人质交易提议 但是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 耶路撒冷仍然没有收到该恐怖组织的任何答复 同时中间人并没有对哈马斯给予压力 以色列高级官员谴责说 尽管以色列在协议上具有巨大的灵活性 但是哈马斯的领导人西马尔却拖拖拉拉 不想达成协议 卡塔尔领导的调节人 没有联合对哈马斯施加压力 没有驱逐基金内的哈马斯领导人 也没有关闭他们的银行账户 这些账户中存有用于恐怖主义的数亿美元 以色列高级官员评论 西马尔不想达成协议 他对加沙人民的苦难不感兴趣 而是正在等待紧张局势加剧 并且进一步的升级 美国的战线已经拉开很长了 从俄乌开打到现在已经两年 而以哈战事也正在升高 川普近日警告 中共很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建立军队 据法新社的报道 一向支持以色列的川普 在电视节目《休伊特秀》上表示 以色列因为从加沙地区传出的影像 正在输掉公关站 他们必须尽快结束这场冲突 川普说 他们每天晚上都发布建筑物倒塌的片段 而他们不应该公布这样的影像 报道中提到 哈马斯去年10月7日 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造成了1170名 以色列人和外国人士死亡 其中大部分是平民 但是据哈马斯治下的加沙医院卫生部的统计数据 以色列对加沙走廊展开的报复行动 可能已经造成3万多人死亡 川普也呼吁以色列必须结束这一切 恢复正常的状态 川普说 必须结束该结束的事 必须做个了断 另外主持人《休伊特》还告诉川普 蓬佩奥和福克斯女主持人英格拉·汉姆 昨天在节目中讨论了令人震惊的一个数字 在您任总统的最后一年 有342名中国人越过了南部边境 去年是2.4万人 而今年到目前为止是2.2200人 18个月内就有4.6万名中国人入境美国 蓬佩奥说 没有许可 你是出不了中国的 可能会有一两个人溜出来 您觉得他们想干什么呢 川普回答说 他们可能在建立一支军队 他们可能正在美国内部组建军队 你看看他们大部分都是非常健康的年轻人 现在已经超过3万人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而此间也传出 美国要将这些走线的中国人遣返 但是中共却不接收 这就更加说明有问题 因为中共不接收遣返的人士 却在骗异议人士返回中国 印度将在4月19日开始全国大选 总理莫迪对赢得连任充满信心 已经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 也就是在未来的10年内 把经济和出口都翻一番 根据路透社5号的独家报道表示 在选举集会上 莫迪强调 经济增长是他最大的成就之一 并保证如果他赢得第三个任期 印度的经济将从现在的第五位 跃居世界第三位 根据去年10月份的一份文件显示 莫迪已经要求官员们 在今年的5月份的左右敲定计划 到2030年 把明义经济规模 从目前的3.51万亿美元左右 扩大到6.69万亿美元 尽管缺乏具体的细节 但是它已经成为了官员会议当中 讨论的基础 文件中说 未来6年 莫迪的目标是把人均收入 从2500美元左右 提高到4418美元 但是没有具体说明 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支出 或者改革 在强劲的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支持下 截至到3月31号的上一财年 预计印度的经济将增长8%左右 是世界主要国家中增长最快的 文件中还说 莫迪政府希望到2030年 商品和服务出口额 从大约7000亿美元 跃升到1.58万亿美元 这可能会使印度出口 在全球贸易当中的份额翻一翻 达到4%以上 政府还计划重点关注70个领域的改进 包括劳动力技能和职业培训 希望到2030年 实字率从现在的78%左右上升到82% 失业率从8%下降到5%以下 劳动力参与率从现在的46% 跃升到50%以上 目前的民意调查也显示 莫迪会在4月19号开始的选举当中大获全胜 计票日期是在6月4号 在4月3号的一项调查还显示 莫迪所领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 印度人民党领导的联盟 可能会赢得近四分之三的议会席位 路透社已经预测表示 莫迪将成为自印度独立后的总理尼赫鲁以来 第一位连续赢得三届任期的人 多谢您收听这次的今日综述 再见 感谢